你講起JPAS 我知道JPAS又拘捕人 拘捕人以外呢 講一下花生的事情 最近這兩天 就是 陳怡 陳怡 陳怡很嚴重 被人懷疑他已經是 著草走老 先前又說記者會 然後突然又說走老 真的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記者會跟著又走老 會不會是這些空城計 這些是 染眼法 還是怎樣呢 陳怡徒生記 有些人就在網上爆料 其實 有個過程在 首先 上個星期被人說 18年被交 大陸有米男友 又說很討厭大陸西 為什麼又追求過什麼 就是這樣說 有錢的男人 他是來自不拒 因為他跟大陸西爭 所以 很痛恨大陸西 因為他是要 要大陸L 所以他真的很討厭大陸西 現在沒有新聞 其實這件事 純粹網傳 在網上傳得很重要 首先 上個星期開始 有人說他脫群 或者不是山群 在罵群友 即Telegram 他自己的網友 在罵人家亡因負義 即是 找一條好水給你 即是你又不懂得感恩圖 又說什麼 九成的人 因著有報應 這個群裡面九成的人 有報應 即是說 現在 陳怡的粉絲 其實這一群人 怎會跟他買幣 多數都是粉絲 聽眾 正正是因為被你水了 然後去買幣 開戶口 去捧你牆 怎會不知道 原來你是滾人的 其實為什麼 你說上個星期開始 他的Facebook 他那個YouTube開始 不被人留言 其實就已經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九成的網友 九成的聽眾 都被他水了 都看清楚 是嗎 所以才是蓋牌 所以現在 為什麼他會罵到 九成的群友 九成的人 九成的人 都有報應 在checkroom的網友 懷疑著 陳怡所謂的 氣保潛逃 是不是吹水 因為保德式 一定會收護照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實保釋 保釋 不一定的 保釋有兩個層次 他這個就叫Police Bell 因為他還未被起訴 現在我們所知 JPAS所有人 還未去到法庭起訴 律政司批准起訴的階段 還未去到 就叫Police Bell Police Bell 警察拘捕了你了 一般來說 是不是48個小時 是 即是他有48個小時 一般難 如果你48個小時 程序上 你不保釋 警察讓你保釋 你不保釋 然後 這個期間 法庭 又沒有批准 律政司 也沒有起訴你的 這叫踢保 對 踢保來說 至少警察 不夠證據 是證明 律政司體 要起訴你 對嗎 所以 整個過程 去到這裏就斷了臉 以前 快必 就是砌這件事 砌到那些 砌到警察 很討厭他 現在 沒有人踢保 每個人都是Police Bell 所以 其實就是看警察的保釋條件 警察的保釋條件有幾樣 現今保釋 之餘 再附加其他條件 就是說 你一個星期 要來報道幾次 是吧 何俊仁那些 那時候 給他保釋 就是 起碼一個星期 好像至少一次 至少一次 可能不止 阿昌也好像是這樣的 是吧 九年的時候 是很麻煩的 就是 警察給你的保釋條件 就是警察給你的保釋條件 通常都搞得很麻煩 那你想 就是 你和他鬥大的 是吧 喂 律政司 不起訴我 那就踢保 是吧 要不 如果律政司 你起訴我的話 那就坐到去 你告我為止 坐到開庭為止 這就是鬥硬了 這個就是 以前來說 你一去到踢保之後 就斷了尾 但是現在 不是這樣玩法 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政治案件 就不是這樣玩法 直接拉你還押 是啊 既然你踢保 不如還押 現在陳怡這一隻 沒有踢保 如果警察 對他隻眼開隻眼閉 就是不收他的護照 又真的沒有去扶 是吧 他自己說 沒有收他的護照 警察又沒有去澄清 是不是真的沒有收呢 是不是真的放生他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先把警察掌握到警察那裡 然後呢 陳怡再把藍絲掌握到 因為他以前罵過BNO政策 嗯 是不是 又罵過移民那些人 他是藍絲 現在最諷刺的就是 他竟然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起碼說回過程 有真有假 真的 就是我們知道 首先我們澄清了 背景 他一開始 他還沒去到 被法庭起訴的階段 如果法庭起訴的話 通常都是會收護照的 嗯 OK 那麼 你現在 如果 你是第一個 真是去著草的話 其實呢 又 這個 你著草去英國 好像沒什麼用 其實是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 英國抓得你最嚴 是的 是的 雖然 香港和英國已經沒有了司法互助 但是 是政治案件 經濟案件 我們不知道 沒有司法互助協議 但是 其實可以 普普清的 任何國與國的司法互助 就不是說你沒有協議 就是你當它巴拿馬看待 不是的 哈哈 哦 通這些案件 就說 他直接是BC 不是BNO 是BC BC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早幾天說 去了日本 是不是去英國 就不知道 那BNO 是否批的話 就不知道 就是 你可以 拿BNO 去旅遊簽證 落地 然後 你再到英國之後 才去申請五家簽證 程序上 都沒有說不行的 還給多些錢 給五千元 就搞個突快 是嗎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首先說 一開始 其實 這個群組 爆退群 爆屌人之前 其實就不被人留言了 即是說 其實呢 JPASS爆了沒多久 第一個星期開始 其實 他的聽眾 那些粉絲 都開始動搖 開始 就不讓別人去留言了 其實很快 我記得他出來沒多久 已經不讓別人留言了 已經 幾天而已 我們 我們之前不是嘗試的留言 Refresh到這樣 留言就消失了 但他怎麼說呢 就是你說 你踢了我就不會加回 其他婦主群 適合你們多些 究竟有多少婦主群 現在是九成九 九成 超過九成 反正你們沒有什麼正常的 說出口 分分秒秒都在放負 負面宣傳 看到他們覺得麻煩 即是 規則就說了 你們這些師父 都要散播負面消息 我沒有這樣的耐性 現在開始禁言 忍了你們很久 很多日 原來很多日都在吵 很多日都在鼓掃 今晚的山群 拜拜 就是這樣 你說多絕 為何去到九成 如果去到九成 就沒得救了 現在群都關了 山群這件事 似乎是真的 被人卡了出來 如果連自己的粉絲都圍不住的時候 你就算不上庭也好 你就算警察不針對你也好 你就算不被捕也好 其實陳怡已經變成過街老鼠了 其實是 申請英國BMO Jeff Leung 就說 警察又不出糧文證 不用出糧文證 一向都 BMO不用糧文證 我們都沒有糧文證 不用的 他在程序上不用的 還有他可以申請當時 就大大說自己沒有犯罪行為 那 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怎麼搞 但是呢 我覺得就算 你 這個上個星期 才有網友看 不知道是誰在網上說 什麼叫天涯若比倫 就是你來到英國之後 債仔來到英國都被債主追 這個就是天涯若比倫 那就是張秀賢 好了 你現在 陳怡的虎主一定比張秀賢多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但問題是陳怡的虎主 在英國 是不是都有陳怡的虎主 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吧 我覺得就是 是不出奇的 是不出奇的 不出奇 大把藍絲移民 移民了過來英國 不過是盡可能 要不就裝沒事 要不就 就盡可能不群香港人 那些人 有些人就說笑到陸地 有些人就說 那些什麼 那些虎主 不得爭 那些人都說是智商稅 如果你連陳怡都相信 那我可以說 那些人都不知道 但是 現在他真的沒有什麼人追蹤 因為如果這些網上八卦 零一定會追蹤 我剛才找過零一 或者其他報道也沒有什麼 沒有的 或者如果你說JPAS 這麼大件事 是吧 就是他 是一個這麼多 這麼觸目 這麼受注目的人物 來講 他出街一定會被人跟 會被人追來拍 又沒有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找到現在零一的追蹤報道 都在說 鄭少秋的大女兒自殺 又或者是這個 港大校長張祥 涉嫌 就不經什麼程序 就去到聘請醫學院院長 那些事情 嗯嗯嗯嗯嗯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JPAS這件事 今天好像再拘捕了兩個人 都是從澳門來 但是澳門呢 就引渡過來香港 一個就是兌換店的店職員 29歲 一個姓盧的 亦都是29歲 網絡安全師 都是香港人來的 兩個都是香港人來的 香港人你去到澳門 沒有叫著草的 你猜猥仔的年代 哈哈 哈哈哈哈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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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就很快就通了 有什麼互助的 一名姓盧那個人找到600萬賭場籌碼 名貴手錶7萬元現金 然後又找到他870萬元的金條 名貴手錶這些東西 在說涉款14-5億 然後你才說每個人大概百多萬 或者幾百萬賺回來 跟一百億的距離是差很遠的 所以其實他們處理的 如果你說現在捷獲到的財產 其實是很少部份 如果你說他們 因為現在香港警方這邊說 他們已經算是骨幹了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拿著幾億的那些什麼人 澳門司警就說相信兩個人是骨幹成員 將那些詐騙集團所得的利益 透過賭場賭廳 金錢轉移清洗黑錢涉及罪行 包括犯罪集團清洗黑錢電腦詐騙 香港警方這邊也是照單傳收 他跟你說骨幹成員 骨幹成員 你捷獲到那麼多 可能他處理了已經很多 更加多 但是可以這樣說 如果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越來越多 所謂的骨幹成員 他們將財產變成賭場的籌碼 那樣東西就不是虛擬貨幣 去到這個階段 沒有可能是虛擬貨幣 所以那些虎主 就可以死了一條心 不要再相信 虛擬貨幣 當然你不是說全部都是 不是資產 你比特幣那些是資產 但至少 JPEG來說就不是 去到這個階段 你未上庭 但是如果你現在跟出來的線索 所以核心的骨幹成員 你追繳回來的資產 他們是這樣轉移 這樣去逃出去的話 其實這就已經不是 正當的虛擬貨幣 這就是一個百分百的騙局 可以這樣說 所以 如果這個階段你還相信 你說陳怡 他的粉絲都超過九成 都開始放腐 開始吵詭 那你還回到一成 那一成人都還相信陳怡 就是活該死了 還在相信陳怡的陰謀論 還覺得 影子政府被人打壓 這就是笑話 應該是虛擬的虛擬貨幣